底下再去大制度论的说法 善心一出 住不动 世民三昧 你看 什么叫做三昧呢 这个就是经上所说的一句话 至心一出 无事不办事善巧方便 我们先说前面的至心一出 这里讲到善心一出 安住不动 那什么又叫善心呢 我们恐怕都认为这一心挺善的 善不善自己不能说了算 谁才能够说的是标准呢 老祖宗 圣贤 你看中国古人讲 孝替忠心 离义廉耻 仁爱和平 这才是善心呢 那就静中来说 那个标准就更高了 见三福 六合静 戒定慧三学 菩萨六度 普贤十元 这是善心 我们要把自己的心 智在这一出 同时呢 制度论 再解释一下 一切禅定 一名定 一名三昧 因为我们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 所以佛就给我们开出了八万四千种药方 所以禅定有多少种呢 八万四千种 而门门呢 所产生的效果 绝对相同 因为都是归远无二入 都是回归自信的 而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方法 不是用了通途的三昧的方法 我们是用什么来修三昧呢 念阿弥陀佛 说真的 我们实话实说 在现在末法时期 要修三昧 要得定 还是念佛最简单 最可靠 最有效 真的产生作用 打个比方 如果您一天到晚 只是动手 不用动脑的 譬如说我们这个工作 是专门做清洁工作 帮这个公司到场 就是打扫的 你只要动手动脚就好了吗 眼睛看一下就好了吗 这个时候心里怎么样呢 可以念佛 如果这个环境允许的话 你还可以出声念佛 所以我们想 那个厨房里面的厨师 他如果洗菜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念佛呢 可以念佛 总而言之 简缝 插着 渺渺 都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都在修禅地 下面呢 还是大致的论所讲的 诸行 诸行合合 皆名为三昧 诸行就说 一切行持 都要做到两个字啊 现在我们众生 就缺这两个字 所以才天下打乱 哪两个字呢 合 合 第一个是合梦 第二个呢 是合作 大家有没有参加过 我们到场 这十多年前 这个什么 16年是最后一次 从05年到16年 这12次的 法国巴黎会议 大家有没有参加过 你看这个 法国巴黎教科文组织 它成立的目的何在呢 在纽约 建立这一个联合国 目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要做到这个字咯 诸行 合合啊 可是现在全世界人都不合 也不合 不和睦 不合作啊 你看中国有个字 它就是大理体上 合合 这个字是一切德行的根 之根 哪个字呢 小 上面是个老字 下面是个子 上一代跟下一代 是不能够分开的 不能够分割的 上一代跟下一代 大家一团和气 家和 就万事 心 现在人呢 说句老实话 已经感受不到 古人这个家和万事 心的意思 为什么 现在是小家庭 古时候的家庭 叫大家庭 听说在明朝的时候 那个大的家庭 是多少人住在一块呢 大家也没去过云南呢 等我们念佛三妹达到了 祖团 到云南去参观一下 听说他们那个少数民族 他们还保留以前那个居住的建筑物的模式 是个圆形的 高高的 那这个族群的人呢 就住在这个城堡里面 各种设施都在里面 所以以前 你看 在农村地方 这个是王村 那个是李村 张村 陈村 这个族群人呢 都住在一块 都是几百人 几百人 甚至于上千人住在一块 所以古人呢 对于这一个家的概念 那是根深蒂固 后面呢 进一部讲 一切禅定设心 皆名为三摩提 情言正心行出 三摩提如果用中国话来讲呢 叫做正心行出 这个情是朝代 它是姚情 姚心 当时他是国君嘛 所以叫做姚情 佛法传到中国来 可以说 焦木罗什大师 玄章大师 安什高大师 这三位 古大德翻译的佛经呢 分量特别多 而且流通量呢 很大 对我们后人呢 影响力非常深广 讲到正心 这个也是我们要重视的 谁的心 才算是正心呢 我们现在心正不正啊 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 他马上就答了 当然正啊 因为我是正人君子 是吗 如果没有做到弟子 归113庄事情 1080个字 我们叫不叫正人君子 这就给自己打分数啊 那标准再高一点 如果没有做到 佛说十三一道经 这个人不能够称为佛弟子 那再往深处讲 要求的就更多 所以我们呢 想想 佛为什么讲那句话 他说呢 没有正得阿罗汉果之前 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阿罗汉是真正出六道了 他是断了见识烦恼的 这个心 阿罗汉的心 才叫做正心 所以他的诀叫做什么诀呢 叫做正诀 还有上面两个诀 正等正诀 还要破沉沙烦恼 那无上正的正诀呢 还要破一瓶无名烦恼 最后把所有的无名习气 也扫得干干净净 是无上正的正诀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地努力 不能够懈怠 是无上正的正诀